站在陽台上接受歡呼 阿根廷10號新上任的 極右派總統米雷伊 宣布採用強硬的休克療法 試圖挽救阿根廷一絕不振的經濟 為了這些最重要的事 是必須有支付的 殘忍的 我必須再說 沒有錢 一上任就下猛藥 讓貨幣直接貶值 只剩二分之一 米雷伊強調 在全國施行準結政策 也是迫於無奈 他知道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但相信終將迎來曙光 這是一個決定 我認為是不錯 因為否則我們不會增加 我們不會增加 我們不會增加 我們會增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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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車票價一下漲了十倍 通勤族皮夾瞬間變膜 儘管政府部門也要縮邊一半 但要民眾勒緊褲帶 依舊引發不滿 阿根廷年通膨率達143% 四成民眾陷入貧困 由於國庫空虛 阿根廷政府還宣布 將血減能源和交通補貼 對百姓生活恐更是雪上加霜 大愛新聞 武貴正編譯